你觉得龙这种生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是专家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 龙是能够呼风唤雨的生物 不过很多人都认为龙是古人想象出来的 然而发生在1934年的银口坠龙事件 或许暗藏着什么秘密 1934年7月初 银口市突然很多人在说 他们亲眼看到了一条活龙 甚至还有寺庙僧侣文讯赶来为它诵经 数日暴雨之后 它便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当时的新闻媒体都在报道 一条巨龙毫无征兆地在银口天空降落 更离奇的是 当年的8月初 发现了一具与传说中的龙特征极其相似的尸体 这究竟是不是龙 至今人无定论 现在你还觉得龙只是传说中的生物吗 无独有偶在西方神话中 同样有类似的巨龙传说 不过西方的龙通常都是邪恶的象征 它长相可怖力量强大 不仅能够喷火喷毒还自带毒血 所以它常常作为反派角色在影视作品中登场 比如我们熟悉的指环王中的恶龙屎毛哥 残暴难逊 而西方龙也并非是绝对邪恶的 曾在指环王中扮演精灵王子的奥兰多布鲁姆 近期加盟了一款新魔幻大作 阿瓦龙之王 而在这里面 龙就成了人类的伙伴 精灵王子也从屠龙大军变身御龙者 而在这款手游中 不仅可以孵化远古龙蛋 带龙出征打败寒冬中的怪物异鬼 还能操纵培养好的巨龙进行联盟对抗 和盟友一起找准时机团灭对手 如果你对西方巨龙感兴趣 赶紧点击左下角免费领取龙蛋 来体验一下养龙的快乐吧